说到疫情波及 EGO梅雨将原本规划在 如东生态和平公园的公益路跑活动 改为全台分校实生响应的EGO RUN 线上路跑21天 除了要号召民众运动更健康之外 也将透过活动响应公益 那我想养成良好的习惯 21天被视为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所以我们将这个路跑活动 拉到线上21天 那么会号召全国的师生 接力串联 全台巴士所分校 我们会共同把这个路跑的影片 上传到Facebook 那目的转变为 就是你冲刺我捐款 那么今天也正好是活动的最高潮 我们会将所有的这个路跑影片 然后各位按赞之后 转换这个按赞数 为公益基金 我们会专款 专款接给家福中心 及教育团体 透过活动募集的善款 将会专款扶植 偏向弱势孩童的运动机会 在新竹县的圆东国中女壘队 武风国中全集队以及新竹家福中心都将受惠 那么这一次的那个线上路跑的活动呢 他们是希望大家一起除了踊跃来参加以外 还能够上FB上面去按赞 那每一个按赞的点数 他们会转换成公益的基金来捐赠给我们新竹家福中心 还有原东国中的女子壘球队以及武风国中的黑旋风全集队 那么这对于偏乡的还有弱势的孩童们跟学生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EGO号召全台80分校的师生将训练的心路历程以影片来记录 并上传到FB粉丝专业 民众只要观看影片并按赞 每一个按赞数都代表EGO国际教育集团会捐赠一元作为公益金 记者简书齐新竹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